連貫坦桑尼亞和珍比亞的坦站鐵路 在1970年代由中國興建 好知五年時間總長度達1860公里 坦站鐵路的全盛時期一天開六班 以往主要是運擴產 但現在不及公路方便和快捷 一個禮拜只有兩班 但不可以網上買票 只可以自電留坐 然後親臨火車站買票 車票分頭等、二等和三等 這就是我們的第一級車廂 在這裏一起 男人和女人都不可以交換 除非買整個車廂 所以我們必須購買四個票 但四個票是相當價值的 訂一個頭等車廂 大約要150美金 突快列車用2016年 中國出廠的新車 全程走36小時 而我們坐的是露營車 48小時 2天 如果沒有延遲 非洲火車又怎會沒有延遲 不過每一站都有土產 車上又有餐卡和酒吧 大巴消遣 我們有的坦桑尼亞輸型 如果在這輛車過境前用不完 就變廢子了 所以喝得就喝 吃得就吃 雖然我們坐頭等車廂 但破爛不堪 床頭燈插素無一運作 車廂內的燈 晚七朝七才通電 以為有電有燈 這個風扇就會亮 怎知原來是不亮 不過車上的火食不錯 餐餐都大魚大肉 昨晚由坦桑尼亞過境 那個賺比亞的時候 就有人上來和你 黑市兌換現金 我們就剩下很少支援 用很自然的價錢賣了出來 但用美金的回率就好少少 我們換多了一些 可以繼續在車上用賺比亞的Kracha 好在換多了一些Kracha 因為最後整個車程延悟了足足12小時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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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車程延悟了 可能會有限定的時間 如果車程延悟了 可能會有限定的時間 here in Africa but remember you're always gonna need an original document so don't wait till you leave the country to obtain this information you